诸葛亮去世之前,为啥不选姜维接替自己,反倒选了不出名的蒋婉,三国向来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,其中最让人瞩目的不仅有三国鼎立的局面,还有其中所涌现出的许多人物,其中不可避免要说到的就是诸葛亮。 后人对于诸葛亮的智慧是极其推崇的,但在诸葛亮选接班人的时候,后人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,那就是当年诸葛亮为什么不选姜维,反而选择了并不是很出名的蒋婉,笑谈古今故事,闲话传奇生涯。 欢迎订阅小豆之历史。 临终的托付,在第五次北伐的时候,诸葛亮忽然病重,多年的奔波,再加上忧劳过度,让诸葛亮的身体越发的不好了,他清晰地知道自己可能命不久矣,但此时的诸葛亮内心还是有一些担忧的,担忧在他逝世后蜀汉的走向,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为自己找一位接班人,帮助他继续辅佐刘善。 其实这些事情,本不该由诸葛亮来过问的,而是应该由身为皇帝的刘善来定下一位丞相的人选,但怎奈在蜀汉中,就连刘善也是要听从诸葛亮的吩咐,值得一说的是,诸葛亮在对之后的人选安排上。 将相权与军权分开了,其实这也是一种必然的,丞相本就未及人臣,要是手中还有军权,那对于皇帝来说就太危险了。 当年诸葛亮是无奈之下的选择,但他却不能让这种选择再持续下去,所以在此时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在寻找自己的接班人。 此人要是一个纯纯翠翠的文臣,要是武将,很有可能会内政军事两样都插手。 其实在这也可以看出,将为此时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。 当然对于蜀汉的文臣们,诸葛亮也有着自己看好的,以蒋婉为首的一众经过诸葛亮培养的文臣。 早在之前,诸葛亮就已经开始为自己培养接班人了,为什么要选蒋婉? 原因也很简单,蒋婉自立最老,并且在诸葛亮的培养之下,蒋婉的内政处理手段过关,完全可以应对之后的变故,将为的局限性。 其实当年诸葛亮不选将为当自己的继承人,完全是因为与蒋婉相比,将为就很有局限性了。 这也是诸葛亮的思考。 他不仅要为蜀汉挑选一位合适的继承人,更要是能担当大任的继承人。 其实要是按照能力来说,将为也是够看的,但他却有一个怎么都改变不了的出身。 那就是他并非是最初就跟随刘备打天下的大臣,而是半路投降的降臣。 虽然诸葛亮对于他降臣的这个身份可以熟视无睹,但蜀汉的其他大臣呢,要是将为坐上那个位置后,他们能认同吗? 要是因此在发生动乱就得不偿失了,还有一点则是将为投降的时候已经27岁了。 在诸葛亮逝世的时候,将为不过才33岁,他在蜀汉只待了六年的时间,单单看自立也不能选择将为。 虽然诸葛亮对于将为很是看重,而将为也很是争气,但时间在哪,他为蜀汉立下的战功还不及魏严呢。 而蒋婉是从最初就跟随刘备一起打天下的,相比蒋婉的资历远远的超过将为,在朝中支持的人也不会少,众所周知,在蒋婉掌权后采取的是休养生息的政策。 但受到诸葛亮的影响,将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,遗憾的是,当前的蜀汉已经经受不起折腾了,休养才是最适合蜀汉的方针。 诸葛亮清晰地知道将为的性格,将为年轻气盛难免会激进,而蒋婉正好相反,蒋婉相对就比较温和,在他手中可很好地恢复蜀汉的生机,诸葛亮的远见,在诸葛亮逝世的时候,蒋婉在蜀汉朝中根本就算不上是重臣。 只能是一位中级官员,毕竟当时的蒋婉连四品官都不是,不过刘善依旧是按照诸葛亮的遗言让蒋婉担任这个重要的位置,是人都在担心蒋婉真的能够担任起这个重任吗? 答案是肯定的,诸葛亮并没有看错人,蒋婉将整个蜀汉的重担都承担了起来。 众所周知,诸葛亮在蜀汉的地位就相当于是顶梁柱,就连身为君主的刘善都要根据他的意思来办,现在这一顶梁柱忽然倒塌了,可以想象蜀汉内部乱成了什么样子,别说这些大臣们就连刘善也十分的惶恐。 在蒋婉刚刚上任的时候,面临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安的混乱的蜀汉,这个时候的蜀汉可以说是内忧外患,在诸葛亮逝世后,司马懿跃跃欲试,想要趁机进攻蜀汉,同时孙武也想要趁着诸葛亮逝世的这个时机来奋一杯羹,面对当前的外部的不安,让本就人心惶惶的蜀汉变得更加的动荡。 但是蒋婉却是空前的冷静,对于虎视眈眈的司马懿与孙武蒋婉也早就有自己的措施,最后以司马懿收兵,孙武不敢轻举妄动告终,在当时整个蜀汉的朝堂都因为诸葛亮的逝世而动荡的时候。 只有蒋婉一人还是像之前一样,他的沉着冷静也正是诸葛亮所看重他的点,在前线平息之后,蒋婉就将重心都放在国家的发展上,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国家的兴旺与否看的都是经济发展,并且由于之前的北伐,使得蜀汉内部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影响。 蒋婉将大部分的重心都放在安定百姓与条理生息上,蒋婉集中人力,首先先大力地发展农业生产,毕竟民以施为天,为了让国家都重视起来,蒋婉还曾经多次上奏让刘善重视起农业的发展,面对当前的国家大局。 蒋婉也在诸葛亮的政策上做出了调整,当前整体国立蜀汉是弱于曹魏的,于是蒋婉就将主动进攻,转为一手代攻,以静制动,毕竟之前司马懿一直都不敢轻举妄动,就是因为诸葛亮,现在诸葛亮逝世了,局势也就发生了变化,这不没过多久,曹魏就派兵攻打蜀汉了,面对曹魏的进攻。 蒋婉也是沉着应对,在敌众我寡之下,蒋婉依旧是凭借着计谋抵挡住了曹魏的进攻,那边曹魏不仅没有逃到好,并且还是损伤不小,这一次在蒋婉的指挥之下,蜀汉获得了巨大的胜利。 其实从之前的诸葛亮的举动中,也可以看出来,蒋婉并没有很出众的军事剑术,他能在战争取得胜利,完全依仗的就是他的头脑,与时局的洞察力,往往能够比别人看得更远。 当然,蜀汉在蒋婉的修养政策执行,得到了空前的发展,因为在他担任丞相的时候,几乎是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战争。 也正是这修战的这些年,让蜀汉的经济得到了发展,百姓的生活稳定了下来,当然能够让诸葛先生看重的还有蒋婉身上的品质,蒋婉并没有诸葛亮在朝中的地位。 但是他依旧辅佐刘善十几年,在这十几年中,刘善对蒋婉一直都是尊重加信任的,这其中也与蒋婉的智慧与魄力分不开。 姜维和蒋婉在个性、能力和背景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,姜维是蜀汉的一位重要将领,拥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和战斗力。 相比之下,蒋婉则是一位学者和官员,主要负责文官工作,这意味着两个人的职业定位和主要任务都不同,无法简单地进行比较,姜维的性格和行为也被认为比较倔强和刚烈,缺乏灵活性。 相比之下,蒋婉则被认为是一位温和。 稳重和有远见的政治家,他非常注重谨慎和沉着,能够在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保持镇定,因此,从这个角度来看,诸葛亮选择蒋婉可能是考虑到了继承人的性格和特点,诸葛亮选择蒋婉也涉及到政治上的考虑,在蜀汉的统治过程中,文化和学问方面的支持和发展被视为非常重要的任务。 蒋婉作为一位学者和文化名人,拥有卓越的文化素养和官场经验,非常适合此岗位的工作。 相比之下,姜维更加关注军事和战争问题,缺乏文化和政治领域的经验。 如果让姜维接替诸葛亮,可能会导致蜀汉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滞后,因此,从这个角度来看,诸葛亮的决策也是基于整体国家的利益和需要。 主要,诸葛亮选择蒋婉还涉及到个人的信任和背景考虑,蒋婉是诸葛亮的门生之一,对于他的才能和性格都非常了解。 此外,蒋婉也曾经参与过很多关键的决策和政治活动,因此,在政治上有比较丰富的经验。 相比之下,姜维虽然是一位出色的将领,但由于缺乏对政治和官场的深入了解,可能无法胜任这个岗位。 因此,在这个角度来看,诸葛亮选择蒋婉也是基于自己对门生和政治局面的判断。 最关键的就是,根据历史记载,诸葛亮在安排姜维的地位时,一直就只是把他当成军事上的继承人。 根据《三国志将维传》中的记载,诸葛亮曾告诉蒋婉,亮与刘府长使张义,参军蒋婉书曰,江伯曰慎民于军事,既有胆义,身解兵义。 此人心存汉事而财奸于人,必较军事,当前义工,觐见主上。 诸葛亮说得很明白,江维在军事上很有才干,值得往这个方向上培养。 他可以亲自教,并保证江维的忠心程度是值得相信的,这段记载也说明,江维未来仅仅也只是诸葛亮在军事上的继承人,说难听点的话,就是个打手,掌舵的还是蒋婉他们,诸葛亮传给江维的生平所学,也只限定在军事理论上,为什么不是当时的军中一把手魏严,很简单。 抛开魏严和诸葛亮是否有矛盾不说,他和诸葛亮是同一年龄段的人,谁知道他能活多久,接班人不论文武。 起码,年纪要趋于年轻化,江维在诸葛亮死的时候也才32岁,所以综上所述。 江维受限于资历,来历,年龄和个人能力上的特点,当时的江维虽然也是诸葛亮心中的接班人之一,但只是军事上的接班人,还是属于第二梯队的,江维当丞相是不可能的,主政只能是蒋婉。 至于蒋婉的政治能力,就以北伐所需而言,《三国志》《蒋婉传》中记载,量说外出,婉长族式族兵已相攻击,凭此就足够了。 但蒋婉的军事能力不足,这就可以让江维来补充,两人互相配合,江维就算要当大将军,也需要继续熬资历,以及通过自己的行为取得蜀汉朝堂上的信任才行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